费城七六人完了 恩比德实际上已经等于赛季报销了 特雷扬帮费城七六人争取的几天时间 目前来看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李福斯明确表态 恩比德在看过医生之后 连训练都没做 出场概率只有四分之一 李福斯这说法其实已经在自欺欺人了 因为The Athletic记者Shams Charania报道 恩比德在当地时间4月20日遭遇的右膝外侧 副刃带伤病比一级扭伤更严重 而根据费城当地的Jason Dumas报道 恩比德的右膝非常疼痛 他的外侧副刃带扭伤 通常需要四至六周才能康复 如果恩比德能出战系列赛前两场 他会感到很惊讶 这两篇报道连起来 跟李福斯的话做下对比 就知道事态的严重程度 因为美国时间4月20日的伤 到今天快两个星期了 而恩比德还刚刚看过医生 然后他连训练都没有参加 说明什么 说明四至六周这个缺席时间没有任何夸大 甚至还是网少了说的 什么伤会在十天以后 在看过医生之后 连训练都没法做 就算恩比德现在立即出现在训练场馆 都未必能打前面两场比赛 那现在连训练都没法做 那四周跑不了了 这就意味着 恩比德会缺席跟凯尔特人的全部比赛 健康的恩比德在的费城七六人 都未必打得过现在的凯尔特人 而没有恩比德的费城七六人 毫无悬念会被凯尔特人淘汰 领多也就能撑一场胜利了 这就意味着费城七六人的赛季已经结束了 恩比德已经赛季报销了 恩比德是赛季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